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快乐王子,王尔德 在城市中央的高处,耸立着一尊快乐王子的雕像 王子的眼睛是用光彩夺目的蓝宝石做的 全身是用纯金贴成的 他手中的刀瓣上还镶线着一颗硕大的红宝石 人们见到王子这美丽的模样,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 好像风标上面的金鸡一样美呀 一位企图得到有艺术品位美名的示意员说道 但可没有金鸡那样实用 他怕人们认为自己不够现实,又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我的宝宝不能像快乐王子那样呢? 快乐王子可不会为了要东西又耍赖皮又哭闹的 一个妇女哄着正在哭嚷着要月亮的孩子说道 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能够永远幸福快乐的人 真是令人高兴呀 一个失去希望陷入悲伤的人仰望着王子的雕像 这样自言自语道 王子就像天使 出来散步的孤儿院的孩子们看着快乐王子说道 你们怎么知道呢?你们又没有见过天使 数学老师问道 可我们在梦中见过呀 孩子们大声回答 数学老师皱起了眉头,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他不相信孩子们做了那样的梦 一天夜里,城市里飞来了一只小燕子 他的朋友们在一个月以前就飞到了埃及 但是他却不能跟着朋友们离开这儿 因为他爱上了美丽的芦苇 那是在早春的时候 他正顺流而下追逐一只大而美丽的蝴蝶 却被芦苇柔软纤细的腰身吸引住 并且爱上了他 我可以爱你吗? 燕子坦率地表露了心声 芦苇听了燕子的诉说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于是,燕子在芦苇的周围不断盘旋 他用翅膀拍见起一颗颗水珠 这些水珠包围着芦苇 朦朦胧胧地形成了一片银色的飞溅的浪花 燕子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芦苇的爱 燕子的爱持续了整个下集 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成功的爱情 他不仅没钱,而且还有一大堆亲戚 其他的燕子在嘲笑这只小燕子的爱情 不过,在那条江的下游 芦苇的确非常非常多 到了晚秋 所有其他的燕子都飞到温暖的地方去了 朋友们走后,燕子感到非常孤独 而且对芦苇也产生了厌倦 为什么他不说爱我呢? 还像个风流女子似的总是和风儿调情 风儿吹来的时候 芦苇总是郑重地打着招呼 并愉快地迎接风儿 芦苇是温柔的,家庭性的 她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等待我 但我喜欢旅行 我的妻子也应该喜欢旅行的 于是,燕子想和芦苇一起离开 你愿意和我一起离开这儿吗? 终于,燕子鼓足勇气奋道 但是,芦苇只是摇头 她是绝对不能离开家的 原来你不是真正的爱我呀 燕子生气地大喊 哼,我现在要去金字塔的故乡埃及了 再见 生气的燕子决定离开芦苇 她飞了一整天 夜里才到达快乐王子雕像 所在的那个城市 应当休息一下再上路 可是在哪休息好呢? 正当燕子自言自语时 发现了耸立在城市中央的 快乐王子的雕像 那儿看来不错 燕子急忙朝雕像那边飞去 真是个好地方 还可以尽情地呼吸新鲜的空气 她坐在了快乐王子的两腿之间 今天晚上要睡在金床上了 燕子环顾四周后满足地说道 可就在她准备将头埋进翅膀里的时候 一滴大水珠落在了她的身上 真奇怪 天上一丝云都没有 星星一闪一闪的 怎么会下雨呢? 这天气真是糟糕 但芦苇是喜欢雨的 唉 虽说她现在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时又一滴水珠落了下来 与其在这不能挡雨的金像下面 倒不如到烟囱或屋檐下去 她决定换个地方 于是展翅准备飞走 但这时又一滴水珠落了下来 燕子抬起头看看天空 忽然她看见了王子的眼泪 快乐王子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那些泪水正顺着金色的脸颊流下来 月光笼罩下的王子的面庞是如此的美丽 燕子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你是谁呀? 燕子问道 我是快乐王子 快乐王子 那为什么哭呀 把我都淋湿了 我活着的时候 也就是有着人心的时候 我不知道眼泪是什么 我生活的宫殿里没有悲伤的容身之地 那时候 白天我和好朋友们愉快地玩耍 晚上又有精彩的晚会 我从来没有想过 那宫殿的高墙外面是个什么样子 我周围的事物都是很美好的 我很快乐 城下们就叫我快乐王子 我就这样一直愉快幸福地生活着直到生命结束 我死后 城下们把我立在了这个坡上 我这才看到了人们的悲伤痛苦和不幸 因此 虽然我的心是用蜡做的 但我还是会经常掉下眼泪来 我的心是用蜡做的后非常吃惊 因为他认为王子的心也应该是用金子做的 就是在那边 王子用低沉而温柔的声音继续说道 那边市场街上 有一间破旧的小屋 透过小屋的窗户 可以看见桌子旁坐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的脸很轻瘦 手非常粗糙 被针扎过的地方又红又肿 她是个缝纫匠 正在为一件用共断做的碗礼服 绣上花的藤蔓 这件衣服是女王最漂亮的侍女 在几天后举行的舞会上将穿的裙子 房间一脚的床上 躺着个生病的孩子 小孩很想吃橘子 可是他的妈妈却只能给他喝些水 现在 那个孩子在大声地哭叫 燕子呀 燕子 小燕子 你愿意把我这刀把上的红宝石取下来 送到那个小屋里去吗 我很想自己去 可是 我不能动 也不能走呀 但是我得去埃及 那儿有朋友在等着我呢 此时我的朋友们会在尼罗河上飞来飞去的玩耍 不久 他们将去伟大的亡领那儿睡上一觉 在那里 国王躺在装饰华丽的棺材里面 保持着生前的模样 他的身体裹在黄色的亚麻布里 那里还放了许多香料 这就是木乃伊吧 他脖子上戴着浅绿的翡翠项链 手却干得像个耙子 哎呀 我得赶快到那个地方去了 燕子想拒绝王子的请求 燕子 燕子 求求你了 再留一个晚上帮帮我吧 孩子在发高烧 他的妈妈伤心极了 王子恳切地请求着燕子 我不太喜欢小男孩 去年夏天 我在江边玩耍的时候 水对房的两个小男孩向我乱扔石头 当然我没被打中 我们燕子不但能自由飞翔 身手还很敏捷呢 但是无论如何 那小男孩太没礼貌了 燕子气鼓鼓地回答道 但是快乐王子的表情实在是太悲伤了 燕子觉得他很可怜 这里太冷了 难以忍受 但是别担心 为了你 我就再待一个晚上听你的吩咐 太谢谢了燕子 王子愉快地笑了 于是燕子取下王子刀坝上的大宝石 闲在嘴里 想结实飞去 他飞过了雕刻着白玉天使的教堂之塔 又飞过了宫殿 这时 宫殿里面传来了音乐声 不一会儿 美丽的姑娘和他的情人 一起来到了露台上 多美的星星呀 那青年对姑娘说 我们的爱比那些星星更美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对了 我定做了下次舞会穿的裙子 我还让人在裙子上 绣好美丽的花腕 可惜那做活的人太懒 姑娘说 燕子越过河流时 看见了许多挂载船帆上的灯笼 过了一会儿 燕子来到了那间破旧的小屋跟前 他向里张望 只见那小男孩发着烧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他的妈妈却因为过分疲倦而睡熟了 燕子悄悄地飞过去 将宝石放在了桌子上顶针的旁边 又在床周围飞来飞去地 给那小孩的额头扇风 啊好凉快 我的病就快好了 小男孩很高兴 渐渐睡着了 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 把经过告诉了王子 真奇怪 天这么冷 我却觉得很温暖 这是因为你做了件好事 王子微笑着告诉燕子 燕子想着自己所做的事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 醒来后不久 燕子飞到江边去洗澡 真奇怪 冬天的燕子 刚好过桥的鸟泪学者看到燕子 惊奇地喊道 对此 他给报社写了封偿信 之后 这封信被刊登在了报纸上 今晚真的到埃及去了 燕子想着以后的旅行 充满了期待 他在教堂的十字架上坐了一坐 又看了看纪念碑 他无论飞到哪儿 麻雀们都会愉快地欢迎他 好久不见了燕子 真是稀客 听了麻雀的话 燕子的心情变得好起来 月亮升起时 燕子又回到了快乐王子的身边 没有话要转达给埃及吗 现在我就要走了 燕子 燕子 再留一个晚上和我在一起吧 王子焦急地说 不行呀 朋友们在等着我呢 明天他们就会飞向尼罗河的第二条瀑布 那里 河马躺在芦苇丛中 门蒙神坐在花岗岩的宝座上 他整夜地望着星空 见到有新的星星闪烁时就高喊一声 然后又沉默下来 到了正午 金黄色毛皮的狮子会到江边来喝水 狮子的眼睛好像绿宝石一样 咆哮的声音就像瀑布飞流而下时 发出的轰鸣那样响亮 我真想快点去哪里呀 燕子 燕子求求你了 在市镇的尽头有一个青年 他生活在一间阁楼里 但那房子太简陋 他正坐在一个破得不成样的桌子前 杯中插着一只捏了的花 他褐色的头发卷卷的 嘴唇像石榴那样红 眼睛大大的 神情恍惚像在做梦 他在给剧院老板写剧本 但是在太冷了 他无法继续写下去 火炉里的火已经熄灭了 他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现在饥饿是他快要轰过去了 王子诚恳地说道 于是燕子心软了 无法立刻离开这里 好吧 我就再留在你身边一个晚上 你也要给他红宝石吗 啊 可是我已经没有红宝石了 只剩下两只眼睛 他们是用非常珍贵的蓝宝石做的 那宝石是千年以前从印度带回来的 卖了他的花 那青年就可以买些食物和柴货 就能完成剧本的创作了 王子 我不能这么做 燕子痛哭起来 燕子 燕子 按我说的去做吧 这是我最后一个请求了 燕子犹豫了一阵子后 就从王子的眼中取出蓝宝石 闲在口中飞向了青年的阁楼 阁楼的顶上有洞 所以想飞进里面非常容易 那青年双手抱着头 没有察觉到燕子进来 后来 当青年抬起头时 他看到了枯萎的花上面 放着的那颗美丽的蓝宝石 有人开始欣赏我了 青年高兴地喊道 这一定是我的读者送来的礼物 好啊 现在可以完成剧本了 他看起来幸福极了 第二天 燕子飞向港口 他一整天坐在船的桅杆上 观看着船夫们拖着那些庞大的箱子 嘿哟嘿哟 每当抬起箱子时 渔夫们就这样大声地喊 现在我就要去埃及了 燕子朝着大海喊道 但是没有人回应 月亮升起时 燕子又回到了王子那里 王子 我来和你道别 燕子 燕子 能再留一个晚上吗 冬天来了 现在冰冷的雪就要下来了 我不能忍受寒冷 听说 在埃及 太阳总是明亮地照耀着棕榈树 鳄鱼在泥潭里打着滚 慢慢地爬行 我的朋友们正在巴比克寺院盖房子呢 他们会羡慕地看着那些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鸽子们 咕咕地叫 王子 我不能不走啊 但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 明年春天 我会带来两颗美丽的宝石 代替你送给别人的那两颗 一颗是比玫瑰还红的红宝石 一颗是碧蓝碧蓝的蓝宝石 燕子静静地说道 于是王子说 这下面广场上站着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她的火柴掉到沟里面不能用了 如果挣不到钱就回去的话 她爸爸会揍她的 所以她正在呜呜哭呢 她没有穿皮鞋 也没穿袜子 甚至连外套也没有皮 拜托了燕子 把我另一只眼球摘下来 送给那个小女孩吧 那样 她就不会挨爸爸地打了 好的 我就再留一个晚上和你在一起吧 但是我不会拿你的眼睛的 否则你就看不见了 没关系的燕子 就按我说的做吧 于是 燕子不得已 又将王子剩下的那只眼睛取下来 闲在了嘴里 她飞过卖火柴的小女孩身边时 悄悄地把宝石放在了小女孩的手里 哎呀 多么漂亮的玻璃球 小女孩一边高兴地笑着 一边紧握着宝石跑回了家 燕子望着小女孩的背影 感到心满意足 之后 她又飞回到了王子的身边 王子 你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吧 从现在起 我会一直留在你的身边 不 燕子 你得飞到埃及去 从现在起 我会一直留在你的身边 第二天 燕子一整天都坐在王子的肩上 给她讲述抑郁的故事 有在尼罗河边上 红猪鹿排着队 用嘴啄食金鱼的故事 有生活在沙漠里 与大地同龄 而且无所不知的 狮身人面相的故事 有手中提着用琥珀做的念珠 慢慢地走在骆驼旁的商人的故事 有像黑人一样 生活在黑月山 而且崇拜着水晶国王的故事 还有二十名牧师 为一条生活在椰子树中的大绿蛇 吃蜂蜜饼干的故事 有那坐在宽大的树叶上 滑行在湖水中和蝴蝶决斗的小猪如的故事等等 可爱的燕子 王子多情地叫着燕子 燕子 你给我讲了许多神秘的故事 但是 没有比人们的痛苦更真实的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 有比不幸更真实的东西吗 燕子 飞进这个城市去看看吧 然后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 燕子 按王子的请求飞去了 她看到了富人们在堂皇的宅院里 尽情享乐 在他们的门外却坐着乞丐 她看到了在黑暗的巷子里 饥饿的孩子们脸色苍白 无精打采地望着黑暗的大街 她还看到了在拱桥下面 有两个小男孩 被屈寒紧紧地搂抱着躺在一起 太饿了 孩子们有气无力地说 不准在这儿躺着 警察朝他们大喊道 于是 孩子们不得不走进大雨中 燕子飞回到王子身边 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王子 王子说 我的身体是用纯金贴成的 你把它们一片一片剥下来 分给穷人们吧 有了纯金 他们就不会挨饿受动了 于是 燕子把贴在王子身上的金箔 剥了下来 金箔都被剥下之后 快乐王子变成了一尊破旧的灰色雕像 燕子把剥下来的金片 分给了穷人们 于是 他们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 孩子们也欢笑着跑来跑去 现在可以吃到面包了 他们兴奋地呼喊着 终于开始下雪了 街道上像撒了银粉一样闪着光彩 家家户户户屋檐下截的长冰柱 就像用水晶做的刀 人们都穿上了羽绒服 孩子们则头戴红帽 在冰上划着冰 但是 即使天气越来越冷 燕子也不愿再离开王子了 因为他太爱王子了 他趁面包房主人不注意 偷偷地吃些面包渣 然后护扇着翅膀来取暖 可是 他越来越虚弱了 燕子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他用尽所有的力气 飞上王子的肩膀 再见了王子 我想再吻一下你的手 燕子声音低微地说道 现在可以放心地去埃及了 你在这耽搁得太久了 走之前亲我一下吧 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王子充满感激和欣慰地说 王子 我现在要去的不是埃及了 而是死亡之家 死和睡觉是一样的吧 我现在要睡去了 燕子吻了吻快乐王子 就摔落到了王子的脚边 他死去了 就在那一瞬间 王子体内发出了一阵奇怪的蹦裂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裂开了 那是用蜡做的王子的心 他裂成了两半 那一天天气特别寒冷 第二天清晨 市长和市议员一起在广场上散步 天呀 快乐王子怎么变成这么一副寒酸样了 市长经过快乐王子雕像时 惊奇地喊道 太悲惨了 议员们也喊道 他们仔细地查看着雕像 嵌在刀疤上的红宝石不见了 镶嵌在眼睛上的珍贵的蓝宝石也没有了 连金箔也被剥掉了 他现在看起来就像个乞丐 市长说道 真的 谁说不是呢 是一元附和道 脚底下还有一只冻死的鸟 市长接着说 不再美丽的王子已经没什么用了 一个美术教授冷冷地说 最后 他们把快乐王子的雕像 放到了滚烫的熔炉里面 市长召开市议会讨论如何处理融化后的金属 应该建一尊新的雕像 你们看 立我的怎么样 市长毛遂自荐 自信十足 什么 应该立我的 议员们都说应该立自己的 结果 他们竟为此打起架来 据说 这架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哎呦 真是怪事 看守熔炉的烧炉宫摇摇头说 破裂的辣块心脏在熔炉里竟然不化 这类东西 应该被扔到垃圾桶里 于是王子的辣块心脏被扔到了垃圾桶里 那里 还有燕子的尸体 一天 上帝对天使说 去把那个城市里最珍贵的两样东西拿给我 天使拿来了快乐王子的蜡质心脏 和燕子的尸体 真是美丽而珍贵的东西啊 这只小鸟会永远在我们天国的庭院里歌唱 快乐王子在这黄金城市里 会永远受到赞扬 上帝高兴地说道 小鸟会认问